大家好 这是我们认知AI系列的最后一期内容 废话不多讲 我们直接进入到主线内容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 更多的是基于整个科技术的进化和发展 对于未来AI的一些趋势 做一些延展性的探讨 如果说在过去几年 你高频使用大量的AI工具的话 你肯定会跟我一样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那就是远看好像AI今天无所不能 但是如果你天天使用 就会给你出现一个过山车式的体验的印象 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 它好像能特别好地处理你的问题 但是在某一些貌似很简单的场景之下 它好像要经常翻车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种所谓的鞠齿状的 过山车式的忽高忽低的这样一种体验和感受呢 本质上我们用两个关键词来衡量 来解释那就是合理性以及准确性的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当你跟AI产生了交互的结果 是用合理性来衡量 它通常都做得很好 但是一旦必须要绝对准确的时候 AI就经常翻车 那么造成这样一种现象的本质和背后的底层逻辑 就是在最底下构成整个生成式模型的统计学底座 之前我们就讲过 现在所有的AI就是在通过概率和分布 来去预测下一个可能的结果 如果是基于统计学 则意味着它对于概率的推算可能非常好 但是它极难接近无限准确 而且通过我们之前反复的这一种介绍 大家应该能明白 如果我要是不颠覆统计学底座 不停的给它加规则 你就会发现可能对于这个规则越积越多的情况之下 反倒会让模型变得僵化 所以为了解决这一种所谓的统计学底座带来的先天性的不足 人们就想了很多的办法要去解决 所谓的绝对准确的问题 那么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 就是通过大力出奇系的方式来去接近准确 大力出奇系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既然是算概率 既然是算分布 对吗 我给你的数据越多 模型的规模越大 理论来讲 是不是你就可以无限接近绝对准确 一定是的 所以这个就引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model scaling 通过不改变统计学底座的方式 大力出奇系的解决准确性 第二个就是在数据层面下功夫 我把数据做干净 我通过合成数据的方式 来让它不稀释我们的准确性 什么叫不稀释 我们之前讲 说现在的大模型都是基于公网的数据训练的 你公网的数据里面 一定有很多是不那么准确的 比如维基百科 百度百科里面的东西 很多可能会稀释我们在准确性上的结果 如果我要是能够把数据变得特别干净 特别纯粹 还能够通过合成数据的方式放大规模 甚至说我们就能够在不改变统计学基础的情况下 增加我们的准确性 也一定是可以的 那么除了刚才所讲到的大力出奇迹以外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思维是什么 叫做分而置之 我既然不能够在大模型上面加太多的规则 会让它变得僵化 那我就想办法把它把这些所有的规则加入到具体的场景里去 那谁在场景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就是我们上一集讲到的agent的概念 就是所谓的你的智能助手智能助理 他既然要应对每一个细分的场景 那么我们就把它应对的这个场景规则穷举 然后通过把agent不断的拼接和组合 形成一个巨大的庞大的规则体系 而不是把尝试把所有的规则都放在大模型里面去 让它越积越乱越积越重 核心原因在这 而这种所谓的加规则的逻辑最后也是指向在哪里 指向到生成的准确性问题 那么不仅如此 在所谓的增加准确性上 人们还向出的最后一招是什么呢 叫做高低搭配 也就是说 好 既然大模型我们所说的基座模型 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准确 对吗 那我能不能高低搭配 对吧 我在专业的场景上 细分的场景上 我就去训练那些尤为准确 尤为专业的模型来去干 它俩高低搭配 像大小盒一样 大盒玩游戏 小盒带机 那这样是不是大家就互相不冲突了 总之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 要去解决 在统计学的基础之上 无法准确得出结论的这样一个短板 好 如果说我们以上所有的这些手段 都能够最终落地 我们最终将这个高度不平均的锯齿 变成了收敛成了一个小锯齿 甚至有可能最终变成一个 极为光滑的技术边界 让AI可以在各行各业 以非常高的水平 把它的潜力兑现出来 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 那么我们就从现在的这种不平均时代 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通用人工智能的时代 这个时候可能有小伙伴就说了 不对 还有除了这种所谓的通用人工智能 还有超级人工智能 没错 那就是我们要下部讲座的ASI 虽然说其实现在AGI的概念 行业有一定的认知度和公认性 但是对于什么叫做通用人工智能 和所谓的超级人工智能这件事 其实大家的争论还是蛮大的 那当然作为我的内容 我肯定就只分享一些我的个人看法 什么叫做现在不平均的现象 刚才我们讲的很清楚了 那么所谓的平均和不平均的最本质区别 就在于AI落地的全面性以及通用性上 可能在未来我们达到通用人工智能的时候 你会发现AI很多工具 它在发挥作用的时候 你根本感知不到它的存在 就像很多年以前我讲过 所谓真正的科技 是让你感受不到科技的存在 是一样的 它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入口 随时随地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都扮演着某一个虚拟的角色 但是背后 它其实是由一个巨大的技术体系 来支撑起来的这样一种 无感知的用户体验 但是即便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感觉好像它已经非常可用 且对我们的人生活来说都极为重要了 但是它的进化方向 技术架构 以及它的管理的主导者是谁 我认为依旧是人类自己 所以说如果我们讨论AGI 所谓的通用人工智能 和超级人工智能的本质区别 在我看来就在于主导权的归属问题 如果说有一天 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它在争夺这种主导权 甚至有可能会自主的认为 想要跳脱出人类给它划定的进化方向 而独立自主的发展进化 那我觉得可能真正让人焦虑的 ASI时代就会到来 OK 那么只不过我现在之所以不焦虑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在一种 特别不平均 而且非常参差不起的现状之下 可能现在想那些有点起人忧天了 那么如果说真的要画一条时间线 从这儿到这儿再到这儿需要多久呢 我个人认为可能从现在现状走到通用人工智能 快的话五到八年 慢的话迟到十五年 我相信应该是能够达成的 但是从高度的通用人工智能到超级人工智能 因为我自我意识这件事需要多久 那可能真的就要交给时间了吧 我现在还是无法判定的 不过anyway话说回来 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的这些未来的延展也好 或者不同的时代的划分也好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是我们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展开讲过的 但是对AI来说却极为重要的维度 那就是算力问题 第一期的时候我们讲过 现在整个AI行业的算力消耗 主要都集中在对于基座模型的预训练阶段 那么随着我们整个科技术的点亮 未来整个应用的图景的展开 一个能够得出来的最重要的一个趋势预判 那就是算力消耗的中心 一定会逐渐的从训练环节转向应用环节 如果说现在行业的算力的这个消耗的分布 可能在训练阶段需要占领80%的算力 而使用阶段是20% 那么很有可能在未来应用展开了以后 我们会看到的结果是 训练环节只占20% 而真正的算力的消耗中心 会全部的集中在应用板块 那这个时候就会能够自然的带出非常非常多的洞察 第一个洞察就是说 训练算力和推理算力 实际上对于算力的属性要求是差异非常之大的 那么在训练环节 对于芯片本身的性能要求其实是第一位的 因为你的模型的训练的效率直接决定着这个模型投放市场的时间 以及你抢占市场的效率 甚至直接决定商业竞争的结果 尤其是现在整个AI行业发展的早期阶段 而一旦到了推理算力层面 其实人们考虑的并不是绝对的芯片性能 第一优先级反倒变成了能效比 也就是说我每处理一次请求 每做一次推理 到底需要消耗多少能量以及多少成本 这个时候为了应对海量的用户请求 这个所谓的性能反倒是其次的 总体的算力容量算力规模 对于并发需求的处理 反倒比绝对算力要求更高 所以如果说训练算力看的是高度 看的是性能 那么可能在推理算力上 我们考虑的更多其实是宽度的问题 那么这个变化为什么尤为重要 是对于中国的AI行业发展来讲 是一个重要的机遇 因为从尖端的算力来看的话 我们现在至少落后美国的最前沿技术两到三代 那么在现在整个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之下 可能在短期之内 我们并不能突破一个这样一个尖端算力的封锁 那么我们反倒弯道超市的机会 更应该把它聚焦在推理算力的建设之上 虽然说最近的这种叫做什么 现代科技 中国人零到一发明的确实不多 但是在一到十的应用阶段 我们其实从来没输过 所以说在这个领域里面 大家可以关注一些大公司的重要动作 除了算力的所谓的中心的转移以外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值得大家关注的角度 就是中端算力和云端算力的一个分配 以及协作的问题 也就是说不管未来总体的算力需求规模有多大 那么中端算力的优势 其实是云端算力永远无法去替代和完全弥补的 那么中端算力在整个的AI的应用当中有什么样的价值呢 第一个最为重要的价值就是低延迟高响应的优势 在AI的大量的应用场景之下 我们很多情况下 响应的时间是用毫秒级来计算的 甚至微秒级对吗 那么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在本地进行处理 受制于网络延迟的影响 无论云端算力它的容量有多么的大 它都无法满足具体情况的需求 比如说自动驾驶 如果说来个500秒的网络延迟 可能分分钟就会出人命 那么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优势 就是中端算力可以提供隐私有势 那么端侧算力越高 那么端侧模型的能力就越强 再结合我们所说的FL联邦学习 甚至是数据空间的这种硬件加密的能力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真正的消费场景应用的时候 云端算力所做不到的 而刚才所讲到的每一个部分 又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隐私计算的核心部件 这不仅仅对于手机有意义 对于敏感的一些产业应用更加有意义 你比如说在AI在产业当中累累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心节点 那就是如何把公司的机密数据留在公司的范围之内 而不会造成数据外泄 所以说端侧算力本身自己的进展 将会是一个持续值得关注的角度 那么第三点 就是良好的端侧算力的发展 其实还能够跟云端的算力形成非常好的互动 甚至是补充的价值 因为我们都知道日常生活当中的请求是非常琐碎的 而且大部分的请求其实并不复杂 所以那么也就是说如果端侧算力发展的越好 我们就尽可能的可以把一定的这些需求 尽可能的留在终端层面 而不去占用云端算力的压力 既能保证显向速度 还能保证用户体验 还能保障用户野思 所以那么从这个角度的结论 我们也可以推断的出来 未来时到20年的发展 这些核心的芯片厂商 比如说NVIDIA 英特尔 AMD 高通 甚至苹果等等 会在端侧算力的迭代和更新上 持续的加码投入 当然也是作为我们这些关心科技行业发展的人 需要持续去跟进和学习的一个重要的维度 当然了 如果说随着未来AI的进展 我们对算力的渴望和需求是无限增加的 那么在算力背后 所消耗的能源 可能也是一个无限上涨的过程 那么这个又会在更大的人类社会当中 其实产生出怎样的广泛的影响 我觉得可能就是需要时间去给我们答案的 总而言之 今天我们极为克制的探讨了一下 AI的未来的这些发展以及预期 我把最后的这个层面 比如说AGI ASI 以及刚才所延展的这些主题 取名为终极幻想 甚至是歪歪层 意淫层 对吧 很多问题其实是没有终极答案 也没有一个明确边界的 我们只是把今天的内容探讨 限制在了一个能够清晰看到的视野之内 然后把更多的空间和想象留给未来 如果你很有耐心 从我们的第一期的认知系列看到了现在 我真的觉得你非常了不起 一定是对AI有着高度的关注和旺盛的学习热情 才能够坚持到现在的 那么我相信 你也一定能看得出来 这四期总共将近两个小时的内容 彼此之间是有着高度的关联性的 其实这恰恰就是我希望在频道设立的早期 能够跟用户建立起来的一个体系化的认知桥料 它一定不是流量的收割机 但是对于真正关注AI的人 会有着历久民心的长期价值 在这个系列当中 我既谈到了非常基础的概念 也逐渐扩展到了AI领域最热门的一些方向 把所有可能在大家不同的地方零散听到的一些概念 尝试做一个线性的梳理和串联 那么这个线性梳理和串联有没有意义 我认为意义非常大 因为在线性梳理的过程当中 就是厘清各种关系的过程 是我们深入了解温故之心的一个过程 我不敢保证我的每一个理解都是对的 但是在一个快速进化的行业当中 我相信保持思维的碰撞和高度的敏锐 才是一个真正理解和打开它的正确方式 最后的最后 我相信随着我们认知系列的收尾 也预示着我们将整个新频道的世界观 正式谱写完毕 那么我们终于可以把眼光转现那些 对于我们生活当中最有意义的实际产品 实际的这些服务 甚至是去延展到产业未来落地升级的前景当中去了 那么就让这几期的视频作为我们这个新频道 永远不下架的工具书 陪伴着我们在未来一起探索 这个令人激动的全新浪潮 感谢大家耐心 我是王自如 我们下期再见